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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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個判決的結果 你有沒有個人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是覺得很誇張啦 那麼判決讓民眾直呼誇張 就是這一件害人聽聞的 結殺老闆性侵老闆娘案 犯案的非必兵人子達文 一審被判死 但最高法院認為他 搶錢是為了醫治女兒的心臟病 維持二審無疾病業 讓網友無法理解 什麼叫不夠凶殘 請法官帶回家叫化 因為驗屍發現 遇害的老闆頭警驅幹四肢 被達文以鐵錘螺絲起直攻擊 造成121處傷痕 法院卻說達文的手段 為打極度殘虐程度 跟大眾人認知有段差距 這樣感覺沒有顧慮到被害者家屬的感覺 法官的理由是說 他不夠殘虐殘暴 但是其實相對 對很多人來說 這一定是非常過分的作法 希望他還可以在 牢獄裡面的日子 可以明白說 生命其實真的有可能 如今達文被判無期定業 也只能在監腦裡 好好懺悔